之前的两期中低端球拍推荐视频里 我也有为小姐姐们推荐一两款球拍 但我的后台私信里纷纷表示让我加大力度 无论是女生买了自己用 还是男生送给自己女朋友的 基本上预算都是在大几百 想一步到位买个好的 并且表示既要好用又要好看 所以今天我们来推荐五支手感好 高颜值高性价比的中高端女士用拍 按照惯例 本期视频出现的球拍均无任何推广 请放心观看 第一支强烈推荐的冷门好拍 尤尼克斯NF600 六开头的球拍向来是YY的女生用高端拍 相比于我们一会儿要介绍的天府66 这支NF600要冷门不少 可能是它的同门NF700太过于惊艳 也可能是这支拍子的涂装 没有那么受小姐姐喜欢 银色和蓝色的结合 这个和双刃十里纵尾那个比较像 可能男生会喜欢多一点 这支拍子的打感很糖水 我在这里解释一下 糖水一般就是指拍子轻快好上手 这支NF600中感适中稍软 同时不失弹性 NF600是一个全线槽全破风框 挥动起来很轻松 同时整体的稳定性 相对其他破风框来说很不错 缺点是涂装 漆水比较廉价 头并不重 是一个平衡拍 所以小姐姐们用这支球拍的话 后场的借力会比较困难 当然优点就是下手球 防守被动球的时候会比较轻松 在我看来 这支拍子女双浑霜都可以用 单打用的话 后场的威胁会差一些 我更建议呢 打浑霜的小姐姐使用 和天府66的风格很像 但因为是破风框呢 在快节奏的双打中更干优势 趁着这支拍子现在还不火 价格现在在500多不到600的样子 赶紧去买 接着我们来说这支NF700 其实我纠结了很久 最终决定还是把这支拍子拿上来了 先说这支拍子最大的缺点 是脆 非常容易断 我亲眼看见过两个人在场上就打断了 一个是和搭档撞拍了 另一个就是杀球杀断的 这个问题网上有很多网友在反馈 外号叫脆脆杀 那这个和它的新材料有关 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 很多朋友 尤其是一些学生朋友 想移不到位买只高端拍 但你要知道一般高端拍都比较脆 双打正个拍有大概率就没了 对于那些攒了很久钱 才买一支拍子的学生长来说 那我更建议你买个中低端 我手上这支NF700是4U的版本 这支拍子我认为 对于女生来说有那么一点点的重 听好了 我说的重是相对于 弓箭9 天府66 NF600等等 女生中的球拍 相比于他们来说会比较重一点 所以你看更多的男生会喜欢这支拍子 女生我觉得可以自己试一下 如果觉得4U对于自己来说重一点 那又想要一些同重感 那可以选择这支拍子的5U版本 这支拍子我觉得对于单打和双打来说 都能胜任 但更推荐打女单 或者女双的朋友来入手 我见过不少女双大腿都使用这支拍子 这两支如果你不差钱 或者是个严控 那就选NF700 现在炒的价格很高 基本上要700多 那如果你注重性价比的话 就选NF600 接下来也是一支相对冷门的球拍 胜利的神速70F 那这个外观有点过于鲜艳了 同样是4U的重量 70F和NF600相似 都是破风框 平衡偏重一点点的类型 那70F的头重感 介于NF600和700之间 也就是说后场方面 它要比600更好借力一点 我需要和大家说清楚的是 同样是破风框 YY的这两支和胜利的就有一些区别 我在同时使用这两支拍子的时候 会感觉70F的破风框 挥速更快一点 使用负担更小 这是因为 YY的框 其实要比胜利的要厚一点 我认为胜利在破风框这里 还是很有优势的 YY比人家厚 还比人家脆呢 这要做成和胜利一样薄的 那拍框 估计就成一次性的了 同时 70F的中感 稍硬一点点 所以实际上手的时候 偶尔突击下压一板 70F也是可以胜任的 这支拍子的价格 是今天这五支里最亲民的 只要500出头 新出了一个白色的 我觉得比这个好看一些 但价格也贵了不少 如果你不嫌它太过扎眼的话 那还是建议大家买这支 下面一支 胜利的 极速12F 我身边打球的女生 喜欢这支拍子的特别多 无一例外就是看颜值 这支拍子的3U和4U 我都有过 不过现在4U比较难买到了 这次我只收到了一支3U的 中感硬度适中 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 刚刚好 头有一点重 需要有一定的力量基础 框形非常的优秀 打双打非常合适 我非常建议 混双女使用 当然3U对于女生来说 会稍微有一点吃力 那这支拍子的最大的缺点呢 就是贵 以及不太容易买到了 不知道厂家后面会不会补货 如果不补的话 那可能要为新拍让路 现在4U的可能要8900 是今天这九支拍子里 最贵的一支 如果不是特别喜欢这个涂装呢 建议考虑一下另外几支 最后一支 毫无争议 天府66 同样作为颜值天花板 非常适合夜宇女球友使用 中感适中 稍软又弹性 平衡拍 尤尼克斯6开头的 基本上都是这个皮屑 单双混通吃 后场要稍微差一点 需要使用者呢 有一些主动发力 如果你单双混都打 并且只有一支拍子预算呢 我非常建议你买天府66 白色的涂装非常稳啊 球拍的灰速和稳定性都够 我当主力拍用了一段时间 除了对于我来说有点轻之外 我觉得非常均衡 没有什么短板 价格方面 同样这支拍子也稍贵那么一点点 大概700多800的样子 好 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五支拍子 同样为四油的情况下 我认为使用门槛稍高的 是NF700和极速12F 有一定的投注感 需要使用者的力量不错 推荐有一定发力基础的女生使用 两支拍子都稍微偏双打 各方面都不拖后腿 天府66和NF600是一个类型的 中感适中偏软 平衡拍 使用门槛不高 但后场需要主动发力多一点 喜欢合适框就选天府66 喜欢辉速快一点的破风框 就选NF600 胜利的神速70F 性价比很高 也是适合双打的球拍 好 推荐型号就说这么多 也有一些必坑型号 比如很火的 WS72 风动7000i等等 我在之前的视频里 都有非常详细的说明 为什么不推荐给业余爱好者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翻一下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说实话做这种推荐类的 从我前期收拍 然后再去打 再到出视频 比较累还希望大家点赞支持一下 后面还会有一期 高性价比高端球拍推荐 欢迎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